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太空研究把地球变没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未来的某一天,地球上的资源消耗殆尽 只能够维持人类五年的使用 此时,世界已经开始大面积停电,断油的情况 人们为了加个油,要提前好几天开始排队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加得上 时长停电早已成为习惯 人类在生死存亡面前团结一致 最终决定,在太空建造一个空间站实验室 里面搭载了一台谢帕德粒子加速器 就是将粒子加速,冲击产生巨大能量,为人类提供能源 如果实验能够成功,人类将会获得用不完的能源 女主汉密尔顿接到了航天局基尔的邀请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公 老公却不太乐意让媳妇去太空做实验 并说,基尔知道他们之前的情况,咱们还会邀请汉密尔顿 但媳妇的意愿强烈,她也没有办法强留 就这样,航天局组织了特别小组前往了太空站 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他们的实验并不是一帆风顺 时间从一两天,转研究过去了600多天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共进行了46次实验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 现如今,空间站的能源只能够再做三次实验 如果不能够研究出成果,地球很有可能会爆发能源战争 数亿人口会陷入战火之中 结连的失败,令小组成员开始变得焦虑不安 互相指责成员间的错误 这也怪不得他们,毕竟小组成员都是来自各个国家 有些还是敌对关系 争吵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一天,负责氧气管理的沃尔科夫 抱怨史密特在这两年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他能够认真地将谢帕德系统处理好 说不定早就成功回家了 争吵顺便带上了史密特的女友汤米 对他们在太空站的亲密行为感到生气 其实,沃尔科夫更多的是羡慕人家 毕竟,已经两年没有进过女色 争吵很快演变成了武斗 带着一定的民族色彩进行了一场较量 身为太空站的站长 吉尔出面阻止了他们 夏亮准备启动第47次实验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接到来自地球的新闻报道 一位顶尖学者声称 粒子对撞实验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股能量 虽然实验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能源 可是,每一次的对撞都有可能将时间膜撕裂 各个不同时空的维度相互碰撞 怪兽,恶魔,各种超出人类认知的生物都会出现 未来,过去和现在,多个时间宇宙交错在一起 实验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他建议,应该立即停止这种危险行为 然而,空间站的实验照旧进行当中 一股能量光束射进了对撞机后 电脑数据显示,实验终于成功了 大家兴奋的欢呼雀跃 终于能够回到地球和邻居打麻将了 想一想就觉得兴奋不已 手心发扬 刚刚庆祝了几秒钟 电脑显示能量达到了600多 随着能量光束,实验室产生了爆炸 组员也因为波动,上下翻滚了一圈 平静过后 汉密尔顿试图联系地球 令所有人感到震惊的是 地球不但没有回复 而且还消失不见了 他们招聘了所有摄像头 都没有发现蓝色大球的位置 一番寻找之后 他们很确定 他们把地球给搞丢了 汉密尔顿第一时间拨打电话给老公 然而并没有回复 其他组员互相指责是对方的过错 身为空间站的站长 继而竟然躲在了角落 默默地擦眼泪 看来,硬汉也有脆弱心的一面 好在,他知道自己站长的职位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活下来 能量波动导致太空站的氧气供给出现了问题 成员们两两一组 前去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汉密尔顿和乌尔科夫前去检查时 他们发现 价值数一的定位陀罗仪消失不见了 没有这件东西 他们在茫茫太空中无法知道自己的位置 此时的乌尔科夫身体出现了诡异的异常反应 空间站的某处发出凄惨的喊叫声 声音传遍了走廊的每一个角落 一番寻找后 他们居然发现声音来自钢铁墙的后面 商量过后 大家还是大胆地将墙体拆开 发出惨叫的竟然是一个穿着队服的女人 她的身体被墙里面的各种线穿透 慌张之下 大家紧急地将她抬了出来 面对眼前发生的怪事 气氛越发地诡异了起来 与此同时地球也发生了怪事 房屋突然之间爆炸 不是战争也不是恐怖袭击 飞船上史密特告诉汤米 想要活下来必须单独行动 两个人相约在谢帕德控制室见面 试图修复系统 沃尔科夫身体出现了更大的异常 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这些什么鬼话 他来到3D打印机前 打印出一把简易手枪 拿着枪质疑史密特 为什么会在控制室 还说史密特是一名间谍 把飞船的数据传送到地球 谢帕德是他故意破坏的 话还没说完 沃尔科夫便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从他口中喷出一大堆虫子 沃尔科夫首先领了便当 此时镜头转到房间的合影上 从照片中能够看到 里面有战长基尔 医生 修理工 芒迪 史密特 沃尔科夫 和被救的神秘女子 其中并没有汉密尔顿和汤米的存在 这也预示着事情变得神秘起来 汉密尔顿将照片的事情告诉了基尔 带着疑惑 他打算从神秘女子口中得到什么消息 神秘女子称自己名为米娜 说自己也是飞船的组员 这里面 所有人他都知道 唯独不认识汤米 他和汉密尔顿的关系很好 在地球一起训练 他作为船员来到了太空 汉密尔顿作为平民协调员在地球 还质疑汉密尔顿 他此时应该在地球 为什么会在飞船上 可是汉密尔顿从来没有见过米娜这个人 飞船上的所有人都不认识米娜 当他们拥抱在一起时 米娜偷偷地告诉汉密尔顿 千万不要相信史密尔 就是他破坏了谢帕特系统 根据米娜的消息 基尔果然发现了史密尔的间谍情报 抓到史密尔就是一顿暴揍 可是史密尔发誓 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基尔还是将他囚禁在一间房子里 另一边 秀离公蒙迪在工作时 手臂竟然被铁墙洗了进去 在基尔的帮助下才拔了出来 但是蒙迪的胳膊却消失不见了 并且没有任何疼痛感 医生检查后 认为他这是天生残疾 怪事接连不断 关押史密尔的房间突然打开 走出去后 他竟然发现了蒙迪的胳膊在地上爬 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 史密尔认为 他们的实验打开了潘多勒按摩盒 巨大的能量导致空间交错 他们的飞船出现了另一个空间的事物 包括不明所以的间谍日志 此时 蒙迪的手臂写下一段字符 让他们将沃尔科夫的尸体切开 带着疑惑 他们在沃尔科夫的尸体中 找到了失踪的陀螺伊 现在 他们终于可以定位自己目前的位置 好不容易接受到了来自地球的消息 但新闻却说 飞船早在两天前坠毁 成员全部遇难 地球上的各个国家 已经爆发了大面积战争 全球数亿人口陷入战火之中 实验不仅仅将不同空间的物体碰撞 顺便把飞船传输到另一个维度 大家商量过后 认为现在的地球不一定会提供帮助 反而会让它们陷入泥潭 使密特根据量子纠缠的了解 冲启谢帕德会把大家带回原来的维度 汤米在维修谢帕德时 坊间突然涌出大量水 水的压力导致舱门破裂 一瞬间 汤米被冰冻在水里 汤米的死亡 因谢帕德操作失去了重要人员 吉尔冒险找到了米娜 和她达成了协议 只要米娜帮助维修谢帕德 她会得到谢帕德的研究成果 还要提供一艘逃收舱 让她返回地球 蛊惑完吉尔后 米娜又开始蛊惑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之前 因为将飞船的电池留在家里给孩子使用 当时的地球能源短缺 停电非常正常 她为了孩子能有照明 偷拿了太空站的电池 没想到电池不太稳定 一场大火让她失去了两个女儿 这件事情让她后悔不已 而在这个空间中 她并没有前往太空 女儿都活得很好 她找到了吉尔 说要和米娜一起回地球 去找自己的女儿和家人 尽管吉尔全力劝说 这个空间不是她认识的世界 可汉密尔顿 执意要去找两个女儿 无奈之下 吉尔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为了给逃生舱准备能源 蒙迪独自一个人去执行任务 意外还是发生了 蒙迪所在的房间发生了大爆炸 同时导致了飞船下半部分 角度产生了偏离 如果误差超过了24度 飞船会爆炸毁灭 维修时 吉尔发现 必须有一个人为此而牺牲 身为战长 吉尔舍身取义 跟随着残破船体 消失在茫茫宇宙中 经过这么一折腾 船上只剩下了四个人 汉密尔顿接替了吉尔战长的位置 下令让史密特点最后的两次火 一次发射逃生舱 一次返回原来的维度 当汉密尔顿和米娜打算逃走时 米娜找到了之前打印的手枪 打运了汉密尔顿 开枪射杀了一生 打伤了史密特 米娜根本就没有打算逃回地球 她真正的目的是得到整个空间站 她的空间 地球处于战乱状态 根本无法及时重建飞船 为了解救数亿无辜的人口 只能抢走汉密尔顿的飞船 一番打到后 米娜被流放到了太空 汉密尔顿终于意识到 这个世界不是自己的世界 帮助史密特简单治疗后 他们重启了谢霸德 终于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空间 利用最后一次点火 得到了永久能源 两个人开心地坐上了逃生舱 此时的地球上 汉密尔顿老公接到了太空站的电话 说媳妇正在前往地球 老公很奢计地告诉他 不能让汉密尔顿回来 难道要让他们面对地面的那些怪物吗 随着逃生舱的降落 一头巨大的怪兽冲破了云层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科罗佛悖论》 是作为《科罗佛》系列的第三部 这集剧情将前脸部埋下的深坑 终于算是填完了 还是比较合理地解释 之前两部中出现的怪兽 观看本片 很大的欲望出自之前的两部 前两部留下的疑惑太多 以至于发自内心想知道 怪兽到底来自哪里 也算是把疑惑给解开了 本片适合将前两部一起看 这样的话 剧情更加清楚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劳条 喜欢点对关注 下期再见了